好 剛剛我們看到馬總統昨天出席 這個反國光石化參會的時候 被現場很多的民眾嗆瞎 那麼今天下午大概三點多鐘的時候 還要再一次的南下彰化 他要到國光石化預定地 也就是大城失地去視察 不過其實呢 昨天蔡英文 蘇貞昌 就已經到過了失地 他們也明確的反對新建國光石化 好 現在呢 因為總統 昨天跟今天都到了彰化去看 所以也有人在猜測說 國光石化的政策會不會有可能大轉彎啊 但是國民黨黨內評估說 大選之前馬總統應該不會明確的表態 以免影響到選票 我們先帶來了解 就算因為不簽署國光石化承諾書 遭眾人圍剿 馬總統不擔憂 下午還要再訪彰化失地 親自勘察 總統 先去彰化 但是被搶下了 連兩天觸及國光石化的敏感議題 馬總統舉動引發政策是否大轉彎的猜測 不過黨內高層卻透露 蘭茵在南部選情已經不利 中部不能再出錯 馬總統傾聽民意後 國光石化是否停建或不見在彰化 應該不會在大選前做出決策 環保經濟怎麼兼顧 傷透腦筋 讓馬總統面露愁容的 還不止國光石化 出席228受難者 花蓮縣前議長張棋郎的追思會 對於228事件 過去政府造成的錯誤 也得一堅承擔 馬總統再度為228事件提供道歉 只是多少悔意已經晚不回歷史悲劇 我們怎麼可能說到此為止 我們就不再道歉了 我是做不到的 時間過了近60年 受難家屬依舊無法釋懷 那時候的領導者 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 他是人嗎 還是禽獸 228事件 馬總統毛起來道歉 同樣困擾馬政府的國光石化 有沒有停工或搬遷決心 還是堅持不動拼經濟 馬總統的決策攸關全民利益 三天希望許志聰說我好 台北報導 好 昨天鬧那麼大 那麼馬總統到底是拒絕簽什麼樣的承諾書呢 但是蘇跟蔡都當場簽了啊 我們來看看這三項訴求包括哪些 一個就是反對國光石化的興建 第二個立即停止石化產業擴張政策 第三個推動修改空污法 將PM2.5氣懸浮為例納入管制 這是昨天引發爭議的這個簽署的三項訴求 不過昨天呢馬總統來現場的時候 他接受媒體的訪問 他也說那麼蘇先生啊蔡小姐 他說這是民進黨執政時期的一個決策 他覺得是兩黨應該要共同來承擔這個事情 那我們接著也來看看國光石化的大事記 到底當時是什麼樣的一個時空環境呢 民國94年民進黨執政期間 國光石化公司提出在雲林里島工業區 興建石化工業區的投資 同時也經過行政院在同年1月24號 院會通過備查 那麼是斥資至少新台幣4000億元 一個大型的開發案 民國97年全案因為環評問題沒有過 所以國光石化股東揚言不排除 將建廠地點移到屏東或是彰化 同時也計畫用填海造陸的方式 興建國光石化園區 後來民國98年改由國民黨執政之後 決定要轉移陣地設廠選定的地點 就是在彰化縣的大城方院的 濱海區域 是整個事情的大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個大事記 我要請教委員 當時為什麼民進黨想要建國光石化 那現在的態度是有什麼樣的轉變 當初當作是一個大型的投資站 在雲林里島的地方要來建的話 覺得說對台灣的這個產業有幫助 當時是這樣子評估 那當然要建這個石化廠 也必須要經過這個環評 那兩次的環評都沒有過 也就是說 雖然行政院的政策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是同意要興建國光石化 但它在環評上也沒有放水 那後來當然在最後的時代 最後的時段 因為雲林沒有過 所以後來他們申請移轉去彰化 在這個大城跟方院 那也是要照程序 一直到國民黨執政之後大力推動 還有今天的國光石化 要預計在這邊興建 現在也在進行環評這些事情 不過我覺得蘇貞昌院長也好 蔡英文主席也好 都講得很清楚 他們對於過去推動國光石化 到現在的時空環境不同 那對於過去 在考量產業發展的時候 跟現在是否有所要更改循更章 對於以前的這樣的決策 也有反省在裡面 他們也承認 那是民進黨執政時期 國光石化是他們有認為說 行政院有核定要準與他來興建 但是要經過那些細節 也還沒有過關 還沒有把關 政策不是不能改 而是當時的時空環境 到現在的變動 那過去也有可能犯錯 那犯錯了 知錯 反省 然後來變更 這總是應該的 所以民進黨現在的態度很明白 我覺得大家就不用去懷疑 承認94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當然那時候誰當時要講 什麼都不用點了 但是現在我們認為 這樣是一個不對的 所以我們都願意簽署說 不要蓋在彰化的大城 甚至不要再發展高耗能的石化產業 這是現在的態度 對 但是剛剛林小姐也問 說李登輝前總統 他就說蔡英文不懂實話 所以他也要問說 到底現在民進黨的態度是怎麼樣 民進黨的態度很清楚 因為現在民進黨最重要的領導人 就是蔡英文主席跟蘇貞昌院長兩個人 那他們兩個的態度 在這一方面是相當一致 反省過去做不對的地方 現在為了台灣將來的永續發展 要徹底的跟民眾承諾 很清楚的態度承諾 不要再發展石化高耗能產業 這樣子的政策 就是說如果你們在重返執政 你們還是一樣 也不會去做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承諾 清清楚楚承諾了 而且也簽署了 那馬英九他的態度 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在哪裡比較出來 接續執政之後 你明明就是大力在彰化 推國光石化 你各方面的力量 行政院也在避環保守 是不是趕快來通過 什麼樣子 這些舉動大家都看得到 但重要的是 你是當下的執政者 當這一群永續發展的 這個環保人士 希望不要再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的態度你不敢結束 你剛剛倩敏寧拿說 國民黨黨內人士講說 因為2012要選總統了 所以在選舉前應該不會表態 那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要反對 選舉前你大可反對 如果你不願意表態 就是反兵之計 2012因為要選總統 所以我現在不簽 但是我也不講我支持或是反對 甚至說不定也透過周邊的人 放出一些煙幕 有的人講贊成 有人講反對 譬如我們剛剛提到 公共共產黨委員會的這個 李鴻元李主委 他現在就在反對了 如果你要支持的人說 你看國民黨內也有政務官在反對 所以馬英九不一定是支持的 開始放這些 所以兩面都先討好就對了 都先討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比政治人物的擔當 誠實跟坦白 為台灣永續發展來考慮的話 這兩邊 無論是蔬菜跟馬英九 兩邊的態度其實清楚 清晰而明白的 沒有什麼多大的模糊空間 馬英九想要借用這樣子的操弄 去獲得政治上的利益 我認為也不容易 好 妹妹 我想第一個 馬總統如果沒有撤案的話 那麼就沒有誠意 你不要再騙我們了 我想結果來證實 第二點我們要講的是 馬總統我覺得他除了是很會 比如說他的執政哲學 私政哲學不清楚 不知道 不明白 看報紙才知道 還有以脫代弊以外 還有就是非常會偽過前朝 只要是派 可以把民進黨脫下水 一定不會放過民進黨 一起來承擔 一起來承擔 如果好的 比如說民進黨實在那麼努力 推動免簽證 他們現在掛在外面 他也不會跟你民進黨隨身謝謝 你如果這麼聽民進黨的 我請問了 民進黨堅持台灣主權 你怎麼沒堅持 民進黨尊重新聞自由 你怎麼沒尊重 民進黨要改革18% 你怎麼把他抖體路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你怎麼又是另外一套說詞 所以我覺得一個政治人物的不可取 甚至讓我們覺得看不起 就在這個地方 只要能夠轉移焦點 只要能夠推卸等等 我就推 不要忘記 這是你們在當家 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你不是常常講一句話 誰在當家 今天同樣的一句話 我來質問國民黨 那麼第三點 我還要來講 我希望全國同胞 真的要關心這件事情 其實民進黨執政的時代 要推國光實化 我個人就是 老實說 我個人感覺就是非常反對 那麼這個反對理由 其實除了環境的因素 也有經濟的因素 告訴我們 說沒有國光實化 你看 現在的實化 經濟不跟我們說 幾十萬人的失業 不要再受騙了 我可以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全國的實化業 上、中、下、油、加起來 就只有26萬人 他說沒有國光實化會失業 二十幾萬人 是不是要炒大分架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核經濟效益嗎 我們就純粹經濟來講經濟 鋼鐵、石化、水泥 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 一年創造的產值 不到4%的GDP 當然用的能源到36% 我們國家一年 用了差不多16%的GDP 在買能源 其中的三分之一就是在買 這個有關於 就是為了這個高耗能的產業 就是說 你用了5%的GDP 保護這些高耗能產業 但是你創造不到 4%GDP的產值 那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國光實化一概 再加上6000 那麼這兩個大廠 加起來一年的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 就是全國的三分之一 到時候台灣會被制裁 而且我們要科高額的碳稅 所以全民要來負擔 再來為了這個國光實化 要在烏溪蓋一個 大度的藍燕壩 那個水庫 又要花300多億 全民幫它買單 然後工業用電 用水又比較便宜 又是全民幫它補貼 那還要造一個海港 又是要上百億 這些都全民 但是經濟利益 流到哪些人的手裡頭 我可以告訴各位 包括以中油為大中 還有它找的這幾家民股 但是我們變成了 中國的離島工業區 中國是真的用心要節能減碳 所以剛剛易宇有講說 中國會把一些ECFA 說好啦好啦 你不用關稅了 你們要製造 進口來中國 無量留給你們 那我們現在30%的營息 都可以自己有緣 30%還可以外銷 你蓋這個完全就是把台灣 變成離島工業區 提供給中國廉價的能源 但是污染留給台灣 但是利益留給資本家財團的手裡頭 還有我再跟各位講 我們兩顆計量 一顆就是在彰化生產出來的 我們很大宗的稻米在那邊 我們的糯農在那邊 我們很多的米還有這個蔬菜 通通在那裡 請問如果蓋了國光石化 土地永久的汙染 2300萬人吃過豆裡面 是2300萬人健康的方向 然後所有的包括 曾常情侶教授長期的觀察 在這個六清 坐在附近的人 他致癌率遠遠高於全國 平均壽命也是比全國來得短 為什麼 跟六清脫不了關係 國光石化的規模 類似於六清 我們需要再這樣嗎 那我們需要這樣一個 可以製造一個高污染 讓全民付出一個 這個減碳的代價 然後又破壞我們的生態環境 那我們的失地要消失了 污染我們的生命的安全 健康的安全 而且讓全民來負擔 而經濟利益 留給少部分的資產 這是本家財團得利嘛 但是馬總統 你如果有權益的話 你怎麼 我再問一次 吳院長講 白海豚會轉彎啊 然後包括環保團體揭露出來 蕭副總統 還跟當地的那些財團 據說還聚餐 還說要趕快讓國光石化興建 我們要問 你們這麼加快腳步 到底為的是什麼 那我再提醒一次 今天是你當家啦 如果你真的有誠意 馬總統你一說 你口口聲聲說 環境跟經濟不能經過的時候 環境優先 是吧 環境基本法 有講吧 是不是 那你給環境優先給我們看看 所以不要再呼嚨我們 也不用再放任何氣球 你不用再說再討論 我只要一個答案 你到底測不測國光石化 你到底要不要趕快公告 彰化這一塊失地 要不要把它列為保護 如果這一些結果你不做的話 我必須要講 你是一個一流的政治演員 你是一個一流的 轉移焦點的高手 但是你是一個三流的 治國的低能的 而且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領導人 但是這個決定 會不會在選舉之前 就先做好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有幾個選項 看看馬總統會怎麼處理 一個就是停建嘛 那麼或者是不見在這個彰化啊等等的 或者說繼續建等等 好 那麼現在是不是說 不會在大選之前做決定呢 因為有人就說 現在國民黨在南部的選情已經不利了 如果說在中台灣這邊選票又流失的話 那到時候還選什麼 我想剛剛有一個畫面 就是馬英九去 在張青郎的這個 然後替228道歉 基本上我從這一個畫面 我看到馬英九的違善 我知道說現在228經濟會有對國民黨提出一個民事一個賠償 他們認為說這個228事件 因為國民黨它是一個罪魁禍首 這個馬英九已經承認了 所以228事件有對馬英九提告 那馬英九竟然在那個官司中 他們是主張的是說 時效抗辯 超過十五年了你不能夠了 如果馬英九有這個誠意的話 他在一個訴訟中 他大可說我承認我們國民黨的錯誤啊 那只是賠償的金額大家再去討論嘛 結果我從這個事件中我可以知道說 基本上馬英九的一個偽善 那再回到我們國光石化的事件中 我們大家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台灣到底需不需要這個石化的一個產業 我想我們從一清到五清 這都是在高雄的男子大員這一帶 那高雄的男子大員 他們因為這個石化產業 發生了多少的公安事件 他們高雄這邊 它的空氣的一個污染的一個嚴重的程度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全台灣的人民都是知道的 甚至我在過去我還看過一個新聞畫面 非常的可怕 就是高雄的地下水它的污染到 你把它點火 它竟然可以著火 它地下水已經污染到了這個 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這個是我在過去看到一個畫面 嚇死人 那我就會搞不懂說 基本上 馬英九他們現在是執政黨 國民黨你執政黨 你如果說你要 好 你要共同承擔責任 你現在大可馬上簽署 說你對石化產業 你馬上表達說你對石化產業的一個態度 結果沒有啊 他還在推卸責任 把責任推給前朝 那我想這部分蔡主席跟蘇貞昌 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民進黨就是檢討過去的一個產業政策 認為說台灣未來必須要發展的就是說 低耗能低污染的一個精密性的一個產業 這部分民進黨已經提出了非常清楚 但馬英九呢 你都不講啊 大家看不出啊 那我們從這一次 我們在彰化的這一個大城市地這邊 他們他在大城市地 他要投資的是900億元 他要投資900億元 然後他每年會產生2300萬噸的一個碳排放量 這個對台灣是多大一個污染 結果你這部分你不去講 你還是一直在掩護這些財團 那我想我甚至可以直接說明白 在這一次他要投資的這一個 所謂的國光實業 他們在中有他是占了43% 46% 那第二就是說 他其中一個財團是富邦金控 富邦金控是什麼 當初跟馬英九吃宴的 就是富邦金控 為什麼馬英九到現在 你還不敢對國光實業 到底適不適合再彰化 不敢講 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利益勾結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是強烈的懷疑 好 局長如果說以選情來考量的話 你覺得馬總統他會怎麼做 以選票來考量 有時候很無奈 有時候只能苦笑 因為覺得最近 不管是社會的對立 或者是國家的紛擾 好像都是由國家領導人所引起 這可以從他個人過去的成長背景 個人決策的 作為總統之後的決策的模式 常常一問三問之 或者把責任推給前朝 或者是說他要研究研究 他人格特質基本上就是優柔寡淡 沒有辦法做很當機地段 或者是很明確的才識 像這個案子也是一樣 他就說他必須要研究 他昨天的那個場子 這個遊戲規則很清楚 林志賢他當然他道歉是 為他的這個語言道歉 他不是為他處理 在現場的這個秩序去道歉 他沒有錯 你只要肯簽署這個承諾 你就可以上台 那當然這個蘇院長跟蔡主席 就簽署這個承諾 他們就上台發表他們的看法 但是這個馬總統 他不願意去簽署 他又要上台 當然會製造這個 跟主辦單位的一些看格 民意早就很清楚了 那你覺得他為了選票 會不會改變他的政策 會不會改變他的路 我同意可能 他會把這個決策點往後延 我同意有可能往後延 因為他總是這樣脫 用一個原則性 或者是抽象性的一些說法 來去取代這個 實際上的政策 做決策 你看那個兩岸政策也是一樣 他說不同不獨不 這誰知道什麼不同不獨 你的這個真實意涵是什麼 所以我非常在意就是說 他個人這個決策的模式 常常讓國家跟社會上對立 另外剛剛主任提到就是說 這個李總統對這個蔡主席的 批評 的看法 不是批評這個看法 我覺得他不是針對蔡主席 對整體實化產業的說法跟看法 我覺得他是針對他的某一句話 就是說蔡主席曾經提到說 要是不是可以考慮到 這個到沙烏地阿拉伯 對 可能針對這個部分有一些的細節 這蔡主席並不是完全可以了解 所以他並不是否定說 整體這個蔡主席的這個政策 但是我是覺得 就像明明剛剛所說的 詹長全這個國內的這個權威 他做的研究報告 六星跟這個 跟這個國防實話同質相當的高 這個產業特性還不清楚嗎 高耗能 高耗水 然後又對環境造成這個毀滅性 不可回復性的這個傷害 又會對人體造成這個嚴重的衝擊 所以這種產業特性 我想這個已經是一個 國際上的趨勢 國際上的共識 那研究報告也很清楚 會對人體造成很大的影響 你看那個雲林麥良就知道了 所以難怪這個民意已經 高度的展現這個反對的這個意見 你還要去挺民意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昨天這總統的表現 我對這國家領導人 是徹底的失望 好 那麼稍後回來 我要聽聽觀眾朋友的看法 馬總統會為了選票 而改變他的政策嗎 我們稍後回來 其他國家領導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